传说在上古时代 生活着很多神奇动物 它们被记录在一个神秘的卷轴中 好想看看这些神奇动物长什么样 那我们一起穿越到山海传奇的世界吧 我们到传说中的中山了 这是什么 这是山海传奇的猪龙上神 收养与并抚养其长大 猪龙 时间管理大神 人面蛇身 全身赤红 它睁开眼睛就是白天 闭上眼睛就是黑夜 吹气就是冬天 吸气就是夏天 据说猪龙嘴里闲着火精 能给西北幽暗之地带来光明 就像太阳一样 用它身上的油脂做成灯油 灯火可以永远不灭 火光可以照耀百丽的范围 燃烧产生的烟 也是神奇的丹紫色 在古代还有祭祀猪龙 祈求风调与顺风收的习俗 而且古代记载中猪龙拥有的能力和盘古一样 所以有人认为它也是创世之神 太神奇了 咱们快去找找其他神奇动物吧 这是什么地方都是沼泽 是香柳生活的地方 它是水神贡公的臣子 帮贡公做尽了坏事 香柳 毒戏Boss 九头蛇身 所到之处都会化成沼泽 水会变得辛辣苦涩 动物没有办法生活 当年它阻碍于治水 被雨杀死后 它的血仍有剧度 流经的地方寸草不生 没办法种植两次 雨多次用图填满沙死香柳的地方 但是都塌陷了 后来雨见了种地之台 依靠各路天神的力量 才压制住了香柳 当年雨之水遇到重重阻案 有没有神奇动物帮它呢 这个龙居然长了翅膀呀 鹰龙 上古战神 龙修炼五百年 进化为角龙 再修炼一千年 进化为鹰龙 鹰龙作为皇帝的大将 当年在与皇帝与蚩尤的大战中 杀死了蚩尤和夸腹族巨人 欲举双为战神 在雨治水时 鹰龙作为开路先锋引道鱼 并用尾巴开通河道 在后世 人们也会向鹰龙来祈求丰收 难怪在后代壁画的文样中 经常出现鹰龙的身影 原来是祥雷的化身 还有一个神奇动物 跟鹰龙一起暴雨治水 玄龙鸟头蛇尾 叫声像劈木头 佩戴它的龟壳就不会耳聋 山海传奇中 往夸腹族巨人搬家追太阳的东海巨龟 原形就是玄龟 雨治水时 玄龟驮着西壤 一把西壤投向大地 西壤便会迅速生长 把洪水填平 太好玩了 咱们再到西面看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行天了吧 当年他以天地争夺神位 被天地砍掉脑袋 他却以双乳作为眼睛 肚脐作为死巴 挥着葡萄和盾 继续战斗 独立直罢呢 在他成为行天之前 他其实是炎帝身农士手下的音乐大神 炎帝曾经让他写了 《福利和风年的乐曲》 用来庆祝农工和风收 据说他是天地专虚的儿子 但是却胡作非为 可以说是上古巨婴 后来被尸流放到了西方边界 因为长得太过凶狠 连妖魔鬼怪都怕他 在山海传奇中 他被囚禁在语焉中 开采玉石 还不贵宝呀 这又是什么 石铁兽也叫猛豹 据说他以金属为食 是吃油的坐骑 山海传奇中 石铁兽阿姑是与最好的朋友 他们一同踏上探索五方世界的道路 石铁兽的原型 其实就是猛宝大熊猫 咱们去中部的山上看看 这是什么 切尸 神鸟 长得像猫头鹰 白头红身 可以浴火 它竟然能操控过 山海传奇中 宝物的手下 原来是神兽消防员啊 我们快到游战了 快看 那是什么 人脸柴身 还有鸟的翅膀和蛇的尾巴 它的叫声像育儿体不一样 这是花神 它一出现就会有大洪水 快手鱼来救我吧 想知道上古英雄鱼如何成长 战胜华蛇 快去收看央视出品的山海传奇 更多上古神奇宝贝 等你来收集 让我们一起观山海故事 传华夏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